对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而言 眼前有两个最为棘手的难题 一方面在经历上半年的新冠疫情高峰之后 英国的第二波疫情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则是困扰首相已久的脱欧问题 因为和欧盟无法在贸易上达成共和 英国在年底之前或将无协议脱欧 不管是持续了半年多的疫情 还是持续了好几年的脱欧 政府的处理都直接关系到英国未来的发展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一家机构的调查显示 脱欧给英国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 数据显示 无协议脱欧在15年内 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5.7% 而疫情的影响为2.1% 从长期来看 无协议脱欧的损失将是新冠疫情损失的三倍 这样的局面让资本对英国的市场前景 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看好的一派趁着机会带着大笔的投资到英国抄底 希望可以豪赌一把 与此同时 英国内部的富人开始考虑出逃 对于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富人来说 可以自由出入欧盟 不同的税率 这些都是欧盟对英国富人的诱惑 与路透社报道 随着英国脱离欧盟的过渡期将于年底结束 一些英国富人为方便今后自由进出欧盟地区 正在寻求申办他国居留权 或申请加入他国国籍 受到青睐的国家 包括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希腊等 还有一些加勒比海藻国 类似的情形今年的美国也经历过 纽约颁布里其会计事务所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的前六个月 放弃美国国籍的美国人数 达到创纪录的5816个 这远远超过了2019年四个季度的总和 随着美国疫情的愈演愈烈 考虑移民出逃的美国民众也越来越多 美国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健全的医疗制度 同样也是令大量美国人萌生退役的关键因素 尽管原因有所不同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大量英国富人出逃的局面也算是不美国后尘 但对于想来欧盟的英国人 欧盟的态度就有点不那么友好了 欧盟委员会说 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成员国 将本国国籍受与富裕的外国人 理由是有组织犯罪团体可能借此渠道渗透欧洲 德国的议员也表态称 欧盟护照和签证不是商品 钱不能作为取得欧盟公民身份和拘留权的评判标准 如果一旦有措施下来 到时候英国富人想申请她过国籍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